我们今天继续来玩光四 我们上一期是用拜占庭跟德三一起 是灭掉了苏联 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始喜闻乐见的 这个惯例需要演出的戏码 这个被刺元首 那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42年的4月份 我们整个部队基本上已经都回来了 那现在轴心方面应该是已经把制海给丢掉了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在自己本土留了一些防守部队 我担心后面维希参战以后会后院起火 那我们现在去造小胡子方面的宣称 差不多十几年就可以造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目标是跟同盟国方面去抢分数 打轴心的话基本上就没啥看的了吧 这个欧洲地区中欧地区这个群山环绕推进速度 肯定是慢的 怎么说呢 就硬吃吧 到现在也就只能硬吃了 我们现在1.75M的人力 我们现在拿到了苏联的领土以后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人都换成苏联人 都换成 去把那个部队编制给改成 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叫什么 外派军啊 那个叫什么来着呢 叫外籍军团 对 用就是你自己用一点少量的人口 然后基本上90%都是用苏联方面的人口 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削减我们自己的损失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部队通通都已经改变成了 这个俄罗斯帝国的这么一个编制 他他右下角就就有一个小小图标 不过你用他的人力 他们也会非常快的去把去去摆脱这个傅庸国的状态啊 反正无所谓啊 那块地方对我对我 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啊 所以我们就用他们的人力去打仗吧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打吧 那现在已经开战两个月了 那跟我们意料当中的一样啊 要从德国南部啊 去被刺掉原始的话 在42年的状况下还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阿尔卑斯山跟斯洛伐克的要塞啊 我们始终无法逾越过去啊 非常的麻烦 不过看到美国这边战事推进的非常不错嘛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啊 去帮助同盟国啊 那我们目前是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阵营啊 所以我们要向同盟方面要这个军通才行啊 啊 我们还是不行啊 只能放下我们自己的架子啊 去去加入同盟国啊 以求尽快的去解决掉这场战事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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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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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之不解用之不尽啊 他们他们这个背后怎么会一点占领区抵抗都没有的 太神奇了 好那43年的7月份啊 伴随着盟军在布列塔尼啊 进行了第二次的登陆啊 那这巴黎也是随之就解放了 巴黎的解放标志着我们对德作战 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啊 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德国南部的 德国南部啊这个推进的阻力还是非常大 我们两年啊一年一年时间才推出这些这么一两格啊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把整个战略主攻方向啊 放到了德国西北部啊 我们计划是从荷兰这边尽快的杀出去啊 然后目前我们是已经抽掉了一个集团军过去啊 等会儿可能还会再拉一个过去啊 这个荷兰那块地方的补给肯定是会比这个 比这个阿尔卑斯山那一面的补给好很多啊 然后目前德军在法国中部啊 还还是囤了大量的部队啊 就算是我们吃下了巴黎 他们也没有回撤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法兰克福跟斯图加特啊 这两这两个地方一起给拔掉啊 从荷兰南下 然后从奥尔卑斯北上啊 看看能不能切断掉在在法国的德军跟柏林之间的联系啊 如果这计划成功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饺子啊 那拿下柏林就指日可待了啊 然后我们之前在波兰的那个镰刀计划看来是失败了啊 我们现在只突出去这么一点点啊 虽然是已经杀入了这整片平原地区 但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推进了 所以我们稍作修整啊 我们把主攻方向给换一下啊 那我们应该差不多了吧 应该快要结束这场战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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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